大家好 第一屆滾滾足弓 亞運學員挑戰賽正式開始囉 那我們今天的隊員已經準備好了 兩位老師也敘事待發 我們有請飛碟球 Benny國手帶隊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一組非常的有氣勢 為什麼穿紅色的球衣呢 因為我姓洪嘛 所以洪教練就要穿紅色的球衣 對 那今天我們開訓你對於學員 有沒有什麼樣的期許 我對他們的期許就是 可以從我的身上學到了 國家的精神 因為我們飛碟球是哪裡創的 台灣 對 所以希望他們今天可以在這 短短的幾個小時裡面呢 跟我學到 怎麼打好飛碟球 然後讓他們的球技更精進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淘汰掉 我們這些老選手 代表國家 好 說得相當的好 我覺得真的我們需要更多的心結 來參與保齡球 真的 那因為洪大哥他已經很熟悉了嘛 對 那我們這一次呢 虛質球組呢 是找來一個 非常非常厲害的教練 他是世界溜溜球冠軍 他的溜溜球打法呢 比日本網紅SkyTOMO還快 他本身也有多年的專孔師經驗 他對於基本功以及怎麼把球 打好打準 以及各種路線都相當的有講究 我們有請Benson 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Benson 然後 這麼多的學員呢 你們可能沒有見識過 台灣轉速最快的是什麼感覺 那我們有請Benson幫我們講一下話 謝謝 大家好我是Benson 我看我們學員都滿年輕的 球齡都滿短的 最長也到七個月 對對對 那其實把打曲球最怕就是受傷啊 那今天主要的課程會教大家就是 比較簡單去了解曲球是怎麼起轉 這很重要 那怎麼去放鬆你的手臂 然後讓你們不要去受傷 對對對 那曲球 球很重 那我們怎麼去利用它的重量 來把球打好 對 這是今天的主要的課程 好 那請大家 面向我圍一個圈圈 我會先帶大家來做熱身 我們之前在影片裡面 有跟大家分享 保齡球的熱身 但是它其實都是很簡短的 那我今天呢 會由我跟Benny來跟大家示範 在國家隊是怎麼熱身的 那在國家隊的時候呢 我們會從頭到腳的來做 比較不會去忘記什麼動作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熱身方法 大家做一做做一做 就會忘了那個忘了那個 那我這一次呢 藉由這個機會 跟大家示範一下最完整的 第一個動作是這樣 用手加壓在後腦勺往前 這樣的動作呢就是十秒 一 這就是要提到 對 這就是我們非常 protagonist的 或是一層的 我會最終 ÖFET的 是有少許多層 但是她就不適合 那種的 ナイプ 但是那種 可以說 然後讓我們 或是你 可以為了 只有你 應該很有感覺了吧 這次的熱身呢 真的是很充足 每一次的熱身 對於我們的打球 是很有幫助的 會讓我們很快的 進入到每一局的狀況 對 比賽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呢 就先看一下 大家的程度到哪裡 然後有兩位導師 分別來幫大家練習 好 OK 我們終於可以打球了 OK 算 我們現在的最新影片 為滾滾珠公點讚 就差你一個 訂閱滾滾珠公拉近 你與三百分的距離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持握用這裡嘛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持握的時候 是用手指四肢 這四肢手肘把球包起來 對 用這個四肢手肘的力量 你當把球包起來 用這四肢手肘把球包起來 然後手腕自然而然會呈現角度 就是你們要的這個手腕的角度 它並不是用手腕的力量 去把球hold住喔 是用你手掌的力量 把球包起來就可以了 你們可以拿球試試看 你們可以 因為每個人的肩膀寬不一樣 好像你比較窄 可能那個板子就比較少 所以你看 像他的話 你覺得怎麼樣最舒服 我這樣子 好 那他這樣 1 2 3 4 5 6 7 8 9 你九塊耶 好 你等一下先做這件事情 OK OK 好 先來 對 你覺得你出手最舒服的 的寬度就好 好 那這就是你 這就是你第一球的站點 你要記住他 好 那你就起來 這樣太寬了 太寬了 對 大概這樣 這樣 好 然後你 你看著中間箭頭 等球經過箭頭之後再抬頭 好 不用了 你們就先丟啊 先 你們就先丟 我會邊走邊看 好 來 來看一下喔 曲球他怎麼去讓他產生旋轉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那大部分的曲球打者會有一個問題 勾 拉 向上衝 但是這個都是沒有用的 那曲球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子洞 是在前兩隻會放在裡面嘛 那你就把它想像成 你現在這邊有一個長的板子 木板都好 他只是做了一個動作 往前翻動 有看到他旋轉嗎 齁 有看到嗎 這是曲球旋轉的方式 雙手曲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是這樣子掉下去的對不對 可是雙手曲有一個問題 你明明已經做到了 可是你又向上拉 那向上拉的時候 我們人會做一個動作 會勾住 勾住的時候這個東西 是不會旋轉的 它會卡在你的手上 它不會旋轉 所以呢這兩指要放鬆 利用球的重量往下掉的話 球自然而然的會轉動 有看到嗎 它是一個很快的方式在 往前轉 所以其實我們不需要 很用力的往上拔 那用力往上拔的話 我們會扣住球 球反而沒有辦法發生旋轉 會扣住會扣死 它就這樣扣死在上面 對 那球 我需要一個人來做示範 往這邊 那手 球在擺盪的時候 一定會在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會發生一個 球會變重 你們應該有發現 會很重 這個時候你們會想要抓 會想要抓 然後到前面再丟對不對 改變這個習慣 放掉它 往下掉 讓球衝向地面 但是它不是直直的掉下去 你要讓它 往前轉 利用它這個重量 讓它往前轉掉到地面 這個就是溜溜球 然後 轉速 一樣 一樣 它是一樣的技巧 球卡住了 它們剛剛有講到 擺盪回來的時候 要追在球的後面 上板 有些球在最高點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球準備要下來了 它一掉下來以後 追上它 然後把你的手放在球的後面 一直跟著 直到球的重量開始變重以後 讓它向地板掉下來 追著 好 這個時候手腕的角度就會出來 因為我們是追在球的後面 所以實際上我們的手腕是不需要用力的 它會自然而然放在球的後面 就會產生這個角度 然後這是公球 我們利用公球來打曲球 一樣 把手放在球的後面 掉下來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往下掉 要習慣 取球機並不是向上拉 它是向下掉 你覺得這樣後完還是要帶著嗎 就有練剛才嗎 要 因為你沒有辦法追上 你求了時機的人 一開始都要帶著 好 你們的持球啊 你們都很隨意嘛 有的放這裡有的放這裡 對不對 但是你要想喔 我要拿個右手的耶 沒有右手的 如果你拿 你拿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不是在推球嗎 我們你看喔 1 2 2的時候會推球 但是有些人就是 1 2 他也不管他推哪邊 他有可能推這邊 推這邊 那你看喔 如果你 你沒有刻意的去注意這個推的方向的時候 你會 推在這個方向 然後下來的時候 球有重量嘛 你看我手的下來是 往哪邊去 往我的右邊嘛 就開掉了 那 如果開掉之後 我 我又要想要拉回來 那你覺得這樣會自然嗎 就很不自然對不對 而且 有時候 因為那個方向的問題 你出手雖然說 你達到1 3 但是你的手是 這樣子 那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 你 你把他硬撥回來 但是他還是達到 你要的點 問題是他球 你會覺得好像沒什麼威力 所以他 因為你沒有給球完全受力 其實受力就是在前面這裡 所以我建議他 最好 出手的時候 都一定要推這個方向 好嗎 這樣才是最自然的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注意 而且如果 你看 你站中間了 你只需要往前推 你的球跟你的手 跟你的點 跟你的點 是不是在一個線上 所以你就 所以你就很好下點 你就不用去 好我要喬一點 挖一點這樣 我們讓他就是 循著自然的方向走就好 不然很常會形成 全負負責任 大家知道負責任是什麼嗎 全負責任 就是 就是你看 我靠著天賦打球 不是天上的天賦 是那個 天 我可能 我手歪掉了 然後我把他拉回來 結果 我腳在這邊 但是我的手在這裡 打下去 第三拳打 這是對的 那你覺得這是對的嗎 不對的嗎 你有可能是 那一天的手感很好 那你可能 就打了兩百分 但是如果 你真的要成為一個 不錯的選手 或是 你要在 你的成績更進步的話 這樣子是很困難的 你永遠會在那個輪迴 而且你永遠不知道 自己到底 應該 要修改哪裡 要注意哪裡 你後面三四五慢一點 你前面 你前面可以這樣 一二 然後三四五五 然後配合你的手 慢一點 你前面 因為你們進階 你剛好練到 我可以跟你們講 這一組的先來一下 那你們這裡 剛好有人練到 就是 借用球的衝力 去帶出圈速了 讓他有打出來 衝力就是 利用球向下掉的衝力 來帶出你的轉速 讓他有做到 只是他沒有辦法掌控時間 那這個衝力呢 我等一下會很明顯的 讓他往下掉 可是 你剛剛有感覺到嗎 什麼都沒有做 可是轉速有上升 衝下去 會很大力的砸下去 他會產生很大的旋轉 他會變這樣 什麼都沒做 對 什麼都沒做 他剛剛有感覺到 那實際上在球道的應用的話 他會變成這樣子 會變這樣 相機板衝 因為我們已經熟練他的時間差了 我們只是在正確的時機放掉 那 這個的話 這個動作很明顯的 就是打者的手被上揚的時候 他並不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你看喔 仔細去看 手上來的時候的樣子 就上來的時候 並不會去刻意的去拉他 放掉 放掉 旅君是今天進步很大的一個打者 對 他那個 試球的方式一旦學會 他整個轉數是倍增 很明顯的倍增 然後 成效比一般的學員好1.5倍 有喔 有 那那個報名費 再麻煩再多 對對對 好 那你可以講一下 剛剛你突然間理解到 試球的概念的時候那種感覺 就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之前一個月都自己打 然後 後面也不會有打球的人 然後有也都亂招 然後 然後 董哥今天的邏輯都很清晰 然後很直接這樣 不用想太多 對啊 所以超準的而已 OK 黃冠文 黃冠文 那你是基礎比較 更粗階 幾乎是剛接觸 我是給你的建議就是說 因為你剛接觸嘛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直球去 把你的身體 先練出來 練出一個比較標準的動作 接下來你可以進階 曲球跟直球這個行程 像今天就好很多啊 像一開始 你可能會很用力的打啊 還有 最後一步打下去後 身體晃得晃去啊 那剛剛兩個小時這樣練起來後就 穩定 穩定行 那我們雙手去 我叫林世民 對 嗯 他 很壯 他也是我少數可以看得到那種 就是 雙手就可以打出一個直線的打字 很厲害很厲害 他現在有一個困擾就是 側拳有點做不太出來 對對對 這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那沒關係我們剛才也有講過 當然 側拳有兩種做法 對 那你就可以去融合一下 思考一下這兩種做法 哪一個比較適合的 其實我要做個補充 雙手區好多人都留言說 最困難的是解十號評對不對 對 我覺得你應該適合 對 你現在可以把球打直 然後等你學會了側拳之後 搞不好你又忘記怎麼把球打直 對 所以其實你要記下來這個感覺 沒錯 雙手區會打 把球打直的人 到後面其實是很奇想 對對對 當後我是冠魚 冠魚 冠魚是雙手區嗎 對雙手區 那大部分的打者會跟他一樣 我明明想要把球打出去 可是我的球不不快 那他的原因就很簡單 他提前用力了 他在雙手區在這裡了 擺盪在這裡之後 就已經開始在用力了 那我給他建議是 等擺盪到最低點的時候 再順勢再鬆出去球 這樣 這是區球的一個盲點 大家都太早用力了 我們的左手雙手區 我是黃浩倩 浩倩 我打雙手區 對 左手 浩倩他在打雙手區的時候 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側權過大 然後阿航也有發現他的側身也特別嚴重 所以我們剛剛有上去去講 側身到底要側多少 他的概念是多少 就是七號瓶跟十號瓶 我們的身體的轉向其實並不大 就是這一個 那我會希望浩倩的話 是你的側權可以不要做得那麼大 讓球的摩擦力跑出來 那球他有機會切進來 就這樣子 他其實動作很好很漂亮 你李大維 大家好 我叫李大維 我的球靈是三到四個月 然後我打直球 三到四個月打 這樣很短耶 很好耶 真的 因為他問題其實很少 以直球來講的話 他們接觸他的時候 是發現他會有一個過渡用力的狀況 那過渡用力 應該造成他最後一步 打完以後身體會晃來晃去 甚至就是手臂撇到一個 不是他要打的位置 那我們就是指導他放鬆 那他放鬆以後 他就會借用擺盪的地方去打 就好很多了 然後路徑也會比較能夠 照著他要的方向去打 好很多 然後延展也比較多 他的問題的話就是說 他的車身在最後一步打折的時候 轉不回來 那今天給他一個幫助就是 打車身的人可以去試著坐後看 你車身的話 你的左背的平衡背 可以試著讓你的手背超後 可以讓你的身體能夠更容易轉正 那就是可以調整你的方向 那這個 收手杯說出來以後就好多了 我的名字是田凱 對 剛接觸這個保齡球需求的部分 就是來吸收一下高手的經驗 他今天有學到滿多的東西 對 感謝教練組員 就是很熱心的指導這樣子 好 收手杯 紅樓 我要鄭維恩 鄭維恩 對 需求這一塊現在又多了一個狀況就是 很多的人在打忽異的區壁 這個有點危險會受傷 我覺得 搞不好是我害的 不是 因為有些人沒有去理解 他可能也沒有為一個 也遇不到架列員 找不到人交 可能他們就會去傳 會覺得那個動作可能就是這樣提起來 那我現在看到的是這樣 那藉由這個機會 我去把一些觀念交給你們 你知道嗎 就是不要讓你們在發生這種狀況 我來試一下 看你到底多簡單 就這麼簡單的也要請大家捏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我們還有更多保齡球影片推薦給你